我们公司是属于中国航花的贵州红林 然后我们是从事航空发动机的公有系统的生产的 我们是属于外贸试验部吧 这个部门的话是主要是做民用航空转包生产的 这台设备我们当时买来的话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燕轮的零件 这个项目来采购这两台设备的 因为燕轮的话是必须五周联动加工的 这个设备采购以来以后 我们现在目前来说 燕轮的零件都在这个设备上面加工 加工产品质量是得到了客服认可的 然后效率方面呢 我们随着对设备的熟悉吧 我们效率也在提高了 最开始我们干燕轮 基本上都是四到五个小时吧 后面经过我们对设备熟悉进行一些改进以后 现在可能在两到三个小时吧 当时我们采购设备的时候 我们也考虑第一个肯定是要满足产品的要求 能加工出合格的产品呢 第二个就是要性价比要比较高 基于这两个因素 我们当时也做了不少的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就知道 就是说抖三的设备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的 后面也是在做了一些预验收 它加工过程中间能够满足轮廓的要求 也就是它的分辨率 它那个这个五轴的这个精度都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设备 然后这个设备也确实成功地给我们带来了这一个项目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设备对我们来说就是提供 补充了我们的一种能力嘛 以前在我们没有五轴加工方面的能力 因为我们以前的产品可能在五轴这一块的需求也比较少 因为这个设备以后我们就开始去进入这个需要五轴加工这个领域 比方说像液轮呢还有一些复杂的壳体等等的 这一方面的这些零件的这个加工 所以也因为这个设备嘛 我们跟一顿公司这个设备主要是跟一顿公司的做一些产品 包括它的液轮还有一些它的电气壳呀这一类的一些零件 就是扩大了我们一顿公司的产品的这个厌恶吧 我是贵州红林外贸实验部的廖翔 是贵州红林外贸实验的 是贵州红林外贸实验的 是贵州红林外贸实验的